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來到農曆年 甲晨年 的正月十四 繼續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的節日快結束了 因為明天就是元宵節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 我們也祝大家 預祝 預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這節要繼續揭露 香港繼續 是被 是體談 還有 是唱死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 英國政府 計劃要開放 99%的按揭計劃 我這節有資料要補充 因為根據之前 所謂help to buy 幫你去買樓的計劃 應該對於新移民 一樣可以申請 因為當中包括了 幾個不同的計劃 所以 我找到回來的資料 似乎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知道 這些 help to buy 的計劃 是跟政府 的計劃有關 所以如果你真的 正在 是移民人士 你還沒有得到足夠身份 理論上 就算你可以申請 也一定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跟一個本地的居民 已經是英國 國民的人 身份始終有分別 你的財務 紀錄也有分別 而且英國有很多種多元化的計劃 是幫人買樓的 因為其實這裏沒有地產霸權 這裏也有很多外國人是根本不買樓的 所以這裏也沒有 樓價跟你說 兩個月上10% 又或者三個月下跌了20% 這裏也不會發生的 這裏 很多地區 樓價其實是長期穩定的 這個是補充資料 給大家參考 記得我們 不是移民顧問 只不過我們把這件事是時事 跟大家分析 這一節我們要回到正題了 要繼續揭露香港 香港其中一個現在的死亡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 以往 香港人的 資金沒有 沒有出陸 還有中國大陸的資金沒有出陸 中國大陸的資金現在全部 轉移到了新加坡 而香港人的資金 去了加拿大 去了英國 去了澳洲 又或者更加多其他地方 例如東京 日本 台灣之類 所以 以往 由於沒有投資 只能夠 在香港 搶著上樓 情況根本 近乎 不再有可能發生 所以香港為甚麼那麼嚴重 就是因為 已經 不再是 短 轉站 的回落 然後再回升的問題 而是 發生了根本性 變化 同一時間 外媒也 大力報導 說新加坡徹底 將香港 擊跨 新加坡上年 有4200間 跨國公司 在新加坡 設立了亞洲總部 香港被大幅拋離 還未算流失的 香港 只有1300間 這個數字是未算離開的 只是說 此消比獎 香港 可能數值上 是有增加的 但是 對香港的影響就相當之大 因為香港作為亞洲總部 作為基地 的用途 徹底失去 而且香港大量的人才流失 你在香港明明是人才來的 他說你是逃犯 是犯罪者 說你是黑暴 說你是黑醫護 所以有大量的香港人就離開 這件事當然直接導致 香港的經濟活力大幅下降 因為你沒有可能短時間之內 是補充人手的 你看看中國大陸的專才 就好像 李隆基事件 未婚妻 黃青霞一樣 原來 拿著一大疊是假學歷 所以一個地方 你去訓練的人出來 其實一定 本地訓練出來的人才會符合本地的市場 絕對不可能 你一時三刻就說用其他地方的人可以補充 大家的專業技能 語言能力 全部都不相同的 絕對不可能那麼容易可以補充 而且 看這個經濟動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資金流向 現在資金是從香港抽走的 而新加坡資金大量融合 這個就是個分別 以往香港 坐在那裡也會贏的 因為中國大陸 彷彿 無限量的走資 的資金一定經過香港逃亡 但是現在 已經徹底放棄了香港 再補充一點 新加坡 本身那些人講普通話的 還有 講閩南話 中國大陸 跟他們溝通 比香港更容易 因為香港人講廣東話的 所以 新加坡有優勢搶走香港 本身就很明顯了 但是由於 新加坡過去 有太多保護政策 要保護本地勞工 所以 收不到足夠人才 也沒有辦法擊敗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 今天 嚴格來說 新加坡甚麼都沒有做過 也是坐在那裡就贏 因為 香港基本上在自爆 所以你說 香港的商家是不是很想把李家超瑞斯萬段 這一節我們還要補充 其實還有一個人想把李家超瑞斯萬段 那個 就是習近平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桌面說的話 跟桌底 是徹底相反的 你看一下李克強 李克強 被習近平做低 習近平還繼續 出來 有份悼念李克強 中共 那個權力鬥爭就是這樣的 即是說 他背後想拔刀 來插你 他台面也還會跟你說 喂 家超 做得很好啊 繼續做下去 而且 這個也不是中共的習慣 這個簡直是習近平的本人的習慣來的 你看一下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曾幾何時 不是又是全力支持 結果林鄭月娥有甚麼做下去 當然沒有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 我們真的有理由相信 這次夏寶龍下來 事隔只是過了三個月而已 明明三個月之前下來 就是下來香港建外資 你也很難想像三個月之後 要下來香港 是足足六天的 六天到香港 是沒有可能 是下來見 香港那些垃圾官員 見那麼多天的 即是說 我也很肯定 夏寶龍 下來香港 就是要見 香港的這些外資 要叫他們不要撤資 三個月之前才見完太古 為什麼三個月之後又要走下來香港六天 就是因為香港 這三個月 情況 惡化得非常之厲害 一早 也沒有第二件事交代了 就是交代 叫你香港做好金融 搞好經濟 短短三個月 下沉速度 快過過去 十幾二十年 你說你如果是北京 北京現在 想救市的 雖然他用的招式 全部跟 市場是相反的 北京打算救市 你香港 你在背後給我放血 所以 香港的商家 不用那麼快灰心 你們自己心急如焚 還有一個人心急如焚 我是你 就快點打小報告 預備推一個新的人出來 不然 你們就不要再後悔了 到時 就說現在很慘了 喊慘是沒有用的 要做事 就是要果斷 政治現實是殘忍的 政治鬥爭更加是血腥的 如果你 如果你 是覺得 現政府不滿 你不去賣力 你只會被他消滅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這句真心話來的 你不做吧 當日 你被林鄭月娥上台 不夠膽 捧曾俊華 發生今時今日的情況 所以 你還有一次機會 你們不把握 你的資產 我不知道多跌多少成 你又要給香港一班 紅衛兵 和武官 自說 你又想在這裏搞好經濟 發大財 你其實根本在發白日夢 根本這班人 是沒有可能會搞好經濟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香港現在的時事 其實真的 看上去真是賞心樂事 不是說 有人受害 然後我們幸災樂禍 你不要搞錯 現在 是叫做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啊 你做了多少 惡行 你自己全部數得回 現在 是反映回 你做的惡行 出現了一個惡果而已 這件事 絕對合乎天理 我們這一節 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使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